2月27日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越南首都河内再度会晤 记者来到了坐落于河内市中心地带的友谊文化工,这也是本次金特会越南方面的媒体中心 据了解,未采访会晤登记的记者来自次十余个国家,共有3000多名,比第一次新加坡会晤增加了500多名 国际新闻中心外,装饰了很多与金特会相关的标语和图样 在国际新闻中心的墙上,悬挂着一块大的显示屏幕,可实施直播金特会的重要活动 新闻中心提供办公电脑和网络,配备了越南最现代化的通讯设备 在会晤期间将全天24小时开放,可以满足3000名记者的办公需求 此外,新闻中心还出租配备了桌子、椅子、显示屏、电话线和网络的单独的工作间 便于各个媒体机构能够集租集用 在工作区的一角,设有食品区,有水果、饮料和越南当地点心全天供应 到了饭点,记者可以凭借媒体证领取餐券 在媒体中心的独立餐厅免费就餐 当天中午,有不少记者都在媒体中心的餐厅就餐 食物主要以盒粉、烤肉、面包等越南当地特色食物为主 还有种类繁多的水果和饮料 此外,餐厅还设有展示台展示并介绍越南特色食物 当天,有记者已经来到了新闻中心采访工作 很多记者都分别参与了新加坡金特会和越南河内金特会的采访报道 不少记者表示,在越南河内金特会中 他们希望能对朝鲜半岛无核化、更实质性的进展等进行报道 我认为有希望,他们会来到更具合计则 rather than just a vague statement on denuclearization frankly,很多人不认为,他们会来到更具合计则 但是,他们会来到更具有趣的特徵性的特徵性的特徵性 所以,这些计则会比较更具合计则 但是,这些计则会比较更具合计则 但是,再次,这些计则是没有确计 很多人们可能会来到更具合计则 如果他们会来到更具体的特徵性的特徵性 在台湾中,他们会来到更具体的特徵性的特徵性 长96米,宽60米,高33米,是苏联送给越南的礼物,1978年开工,1985年竣工。 如今这里主要是承办音乐会、演出、会议、展览的场馆。 金特会期间,越南大力推荐旅游,在新闻中心设置旅游展位,张贴大幅宣传画, 为外国记者免费提供室内观光巴士,还安排了夏龙湾等附近名声的免费体验活动, 大力宣传越南,争取吸引更多海外游客和投资。